各位好,我是小A,欢迎各位再收看小A的游戏视频 那么今天小A上车这个视频可能与我渔网做的视频有很多不同的地点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没有在玩战地游戏 而是在玩我steam平台的一个冷战的战略游戏 它名称为冰冷海域,英文称为coldwaters 我把这个游戏的steam连接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购买这个游戏 小A今天玩的不仅仅是冰冷海域 我这个游戏还带了粉丝做的一个扩展包 称为Dotmod 我也会把这个游戏扩展包的连接放在下面 这个视频与我以往做的视频还有一点不同 就是我今天不说游戏 我只是借冰冷海域的精彩游戏片段 说我今天想说的一个话题 今天我想问大家 大家想看以后小A做什么视频 还有想看小A频道向哪个方向发展 说实话 我其实去年接近年底 我问过大家 如果小A以后玩其他游戏 大家有什么想法 那么大家大多数玩家是不在意小A 不玩战地游戏去往其他游戏发展的 当然那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向其他游戏发展 因为我当时还想观察战地2042到底能修复成什么样 就是能让官方优化改善成什么样 但至今已经接近六个月了 我彻底对战地2042放弃了 我也有点感觉战地这个游戏系列前途不是非常可观 我认为这个游戏系列像不少以前EA购买的游戏系列 被EA摧毁了 最致命的改变就是 以前做那些优秀战地游戏的 战地1战地3战地4 那群人已经不再待死了 所以小A认为换了一批人 他们是捕捉不到以前优秀战地游戏的灵魂还有内容 另外我发现我现在时间越来越少了 特别当我人30岁后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对游戏充满兴趣的这种态度了 我现在反而感觉回家如果能看别人打一两场游戏 我都感觉非常满足了 自己已经感觉游戏打不动了 这可能因为我小A平时工作作为律师压力非常大 而且工作非常忙 精神负担也非常重 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小A自己人老了 像我不少童年龄的90后一旦成家之后几乎没有精力去打游戏了 都在照顾家庭或者在工作岗位上奋斗 如果小A简单来说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打第一人设计游戏了 因为第一人设计游戏特别是在多人平台是一种非常刺激 而且时间花的比较多的游戏 而且做这些游戏视频也非常花时间 我感觉我现在精力已经不够了 毕竟我这个频道从11年做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多的时间了 我感觉开这个频道的小A已经不是现在做这个视频的小A了 那么我说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想成为那种大叔的油管主播 就是平时与大家聊聊生活 不做那些非常花时间的教学视频 不玩那些敢潮流的3A游戏 我反而就是玩一些休闲游戏与大家聊聊人生 如果大家有什么人生的问题 我可以与大家一起讨论 发表我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这反而更适应30岁的小A 我往这个方向发展还有其他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我以前 就算我做战地的导演 有不少玩家非常喜欢听小A说人生 还有说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还有价值观 第二我发现我根本不在乎我这个频道有多少订阅者 我也当然不是靠这东西吃饭的 我也从来不会向大家推销什么产品 所以这个频道纯粹是我的兴趣爱好 如果我为了钱去做视频 我感觉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如果我想活的轻松点 就是做导演做的轻松点 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我想试试还会有多少观众来跟随我这个频道 那么第三个理由 我为什么想换方向 就是我其实除了战地游戏系列 我平时有空还会去玩一些其他游戏 毕竟战地游戏为大家一直集中精神去玩 每天玩有时候可能会玩你 特别当现在战地1游戏中有不少外挂 我有时候在游戏中遇到外挂 或者看到有些玩家诈服 我都没有兴趣去打开战地1 像这一阵子我根本没有去碰战地 因为最近我可能不走运 一直在服务器中遇到外挂 所以我平时大多数时候都在steam平台上玩游戏 小外平时收集不少游戏也收集不少书 但是不像书 我可以在公交车上地铁上开始看 我睡前还是可以看 游戏这东西 我平时只限制大概一两个小时去玩游戏 有时候忙的时候我没有空去玩 或者我平时只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游戏 像以前我就把精力集中在战地 然后建立这个频道 所以我有不少 以前在steam游戏平台上购买的一些游戏 我根本没有去玩 其实从来没有装过 还有些游戏有不少朋友送给我 我都没有时间去玩 不过还有些游戏就是 我一直以前对它有兴趣 只不过以前价格太贵 我还是等了三四年后再去购买 像我今天玩的冰冷海域 这个游戏其实是2017年出来的 但是我今年才刚刚等它打折半价才入手 然后小A非常惭愧的一点就是 自从2006年 小A就登上了seam的平台 那时候我还是在玩反恐精英1.6 从的时候到现在当每个暑假 每个春天每个冬季游戏打折的时候 我都会买一些打折的游戏 所以我的steam平台 现在大概有超过200多个游戏 但是我真正玩过 而且完成的游戏大概只有50个吧 可能还不到50个 所以我想以后这个频道发展 我想玩一些我以前没有玩过的游戏 就算这些游戏是5年甚至10年15年前上市的 小A可能用这些游戏来解说一些不同的话题 也可以让玩家发现几十年前 5年前6年前出来的一些好游戏 现在如果去买这些游戏 当然这个是白菜价了 游戏已经不会像刚上市者那么贵了 所以可能会 喜欢大家如果无聊的时候可以玩一些什么游戏 如果大家有兴趣小A也可以做一些战列游戏的游戏系列 大家也可以平时看小A打通关 这主意其实也是不错的 小A除了战地系列打得比较好 我有时候也玩全战 就是Total War这个游戏系列 这个游戏系列我也打得不错 不过这个系列平时我只与我朋友在线打 大多数时候我还是玩单人的游戏 还有单人的职业生涯 我在今天这个视频小A的思路 还有精神不是非常集中 因为我现在感觉我在一个交叉路口 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我不知道我应该退休 还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我的频道 说实话其实自从去年年底 战地2042上市列我非常失望 我已经一直在考虑放弃战地游戏导演 这个频道发展方向了 但是我找不到 我下一个方向应该往哪里走 我也不知道这一代的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样子的视频 我也感觉我作为导演已经被油管淘汰了 因为毕竟现在油管的不少视频已经做的像以前经典的好莱坞 电影各种各样的设置各种各样的花样都非常多 我感觉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跟潮流了 像直播还有视频的一些非常漂亮的贴图这些东西我也都没有时间去做 我现在感觉我只剩我这个导演的人品 还有我一些跟随我很多年的订阅者的成心还有忠诚来维持这个频道 其实小A如果想想过去五年确实有不少我以前跟随的油管导演 现在已经退出这个圈子了 有些可能是个人员 有些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跟随的一个游戏系列走下了衰落 他们也慢慢的冷淡下来了 还有些当然是自己把自己的频道毁了 有些是强制的推销各种各样的商品或者出卖自己的订阅者 有些忘记了初心把视频做得越来越离谱 还有些可能与油管有一些法律的版权问题 频道有时候被油管疯了 小A感觉我是那种导演就是以前做一个比较热门的游戏系列 但是随着这个热门的游戏系列慢慢的走向末日 我这个频道也慢慢开始冷淡下来了 毕竟我不能靠一个比如说上市五年六年前的一个游戏 维持我这个频道 毕竟现在去入手占地1还有占地4的玩家越来越少 亚洲已经没有占地4的服务器了 而且亚洲的占地1服务器大家也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占地5的服务器不例外 占地204也没有很多玩家在玩 等下一个占地游戏上市可能还需要等个几年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担心我这个频道开始没有方向了 说到底其实我更偏向我用这个频道开始说我一些人生的一些经验 我的一些人生的教训与大家分享我20岁到30岁 这一段人生是怎么走过的 因为我想大家看我的频道有不少年轻人想知道怎么用青春来建立美好的将来 我也知道一些年轻人现在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经济上的挑战 职业上的挑战 感情上的挑战 还有家庭的挑战等等 我不能说小A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 生活经验非常丰满的一位导演 不过我感觉人生这东西就是 最好就是听别人怎么过日子来启发自己 可以吸取别人的教训 可以吸取别人的经验 也可以听听别人的生活观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观 我认为这一点我倒不在意每个星期出一个视频说一个不同的话题 我也会接受大家给我的一些话题建议 我就说大家希望小A说的一些话题 好吧 那么今天我就说到这里 我感觉我现在在开始啰嗦了 我希望大家能帮助小A找到我导演的方向 也可以给小A出一些点子 大家留言我都会看 我也会吸取大家给我的一些建议批评 或者个人的想法 那么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再收看小A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请大家保重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0-7-4-HELM-AYE CLONGED CONSONAR REGAINED CONTACT ON Sierra 6 BEARING 1-6